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老中新闻 我是李挪亚 您家里有空房间 没有人住吗 把空房间腾出来 租出去 可以为您带来一笔小财富 个人理财网站finder.com分析发现 美国有3亿2000多万人口 但是空房间却有3亿5000多万 也就是说全美国有3360万个房间 是没有人住的 而且许多夫妻同睡一个房间 所以空房率应该更高 这代表的是高达1749亿元的房地产机会 finder.com估计 以每个月400元租金计算 把空房间租出去 一年可以赚尽5000元 如果以Airbnb的房间出租税率来计算 回馈更高 空房间出租 一个月可以赚尽700多元 如果整年出租 进账更将近1万元 大城市的房间出租赚得更多 不过出租房间可能提高房子的耗损率 影响以后卖房子的价值 所以专家提醒 屋主最好先询问会计师 收租的额外收入对税金的影响有多大 先分析风险再决定要不要出租房间 矽谷的房价柜年薪10万的工程师 可能一半的薪水都要拿来缴房租 只住一个房间可以省钱 但是如果可以住在车上 那就省更多了 看准了矽谷的高房价 现在有人做起了出租箱行车的生意 租箱行车车子里面有床还有小房间 还有小厨房小冰箱 每天租金只要30块钱 业者说科技人有公司的免费餐点 免费健身房还可以在公司洗澡洗衣服 几乎没有开销 租一辆箱行车把车子停在公司的停车场 睡在车上每天只要30块钱 省很大 继续来看湾区历史悠久的康俊中文学校 最近盛大举行建校40周年纪念大会 康俊中文学校有300多名学生 从幼稚园到高中 每个班级都使出浑身解数 展示学习成果 当天有静态的学生国画 书法作品展 还有学生表演的舞龙舞师 功夫武术民族舞蹈中文朗诵 充分展现教学成果 其中三年级的小学生 还背诵苏东坡尖身的诗词 念挪教赤壁怀骨 学校的中文老师和义工家长 也粉末登场 表演原著名舞蹈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